高盛早前發行Apple和Google的美股個股Wallin產品 吸引不少投資者關注 反映香港投資者對追蹤美股的產品有一定需求 最新港交所公布令市場興奮的消息 將可以發行認股證的美股名單由2隻撲大到10隻 意味著投資者未來將會有更多的投資選擇 新加入的美股當中包括大受投資者歡迎的電動車製造商Tesla 為了滿足市場的需求高盛取織申請發行Tesla的認股證 而相關產品近日已正式面世成為高盛第三款美股個股認股證 加上Tesla是全球電動車行業龍頭 行業分類有別於比較早前已推出認股證的大型方網股Apple和Google 高盛希望提供更多元化的產品 協助投資者達到分散投資的目的 而且Tesla的消息向來多不勝數 不少行業相關的新聞、公司業績亦經常在本後時段公布 這批Tesla認股證給投資者可以在亞洲時段快人一步 運用槓桿即時跟進美股收市後的消息 更加有彈性去管理投資組合 無論是提前部署好倉或對沖自己原有的美股倉位 這批產品都可以滿足投資者的需要 另外這批Tesla認股證每手是500股 入場門欄比起早前的Apple和Google美股個股產品更低 投資者可以更加靈活管理駐馬 控制風險 高盛將會節力推出更多市財學球的產品 務求令到投資者又更加廣泛和多元化的選擇 下次再見